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蕾丝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动画短片包宝宝 美国的一个华裔家庭中 胖胖的家庭主妇一大清早就正好包子端上了饭桌 本来还在悠闲看电视的丈夫吃了一个 就发现上班快迟到了 运势匆忙将剩下的两个吞掉 提上购文包出了门 妻子叹了口气独自吃饭 结果口中的包子发出了婴儿的啼哭 女人吓得连忙吐了出来 爬上饭桌一看 包子竟然变成了一个小宝宝 女人将它捧在手心仿佛获得了新生 有了包宝宝 她不再感到孤独和空虚 看到包宝宝摔扁 女人连忙去厨房给她加了馅 还在门框上帮她记录身高 买菜的时候将她装在胸前 坐公交时 他们一起分享面包 就连跳个广场舞也将包宝宝带在身边 而时间一天天过去 包宝宝也渐渐长大 她被踢足球的小朋友吸引 连忙追了上去 可母亲总是担心她受到伤害 于是强行制止她的一切尝试 母子两人就这样产生了隔阂 包宝宝会任性地拿冰箱里的冷饮 会一边吃零食 一边和朋友包电话粥 母亲想找机会和孩子沟通 结果得到了一个闭门根 她思考许久 做了满满一大桌子美味 可包宝宝看都没看一眼 就出去和朋友兜风去了 母亲十分伤心气呼呼地吃了所有的饭 一直等到深夜包宝宝才回到家 可没想到的是 她还带了一个女朋友 母亲顿时愣住了 和这个准儿媳妇坐在一起浑身不自在 可还没回过神 就发现包宝宝收拾行李 要和女友建立新的家庭 此时母子俩的矛盾彻底爆发 母亲为了拦住包宝宝 使出浑身血树 最终一个没忍住 将包宝宝一口吞进了肚子 回过神后跪在地上大声哭泣 此时画面一转 母亲从睡梦中哭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徒顶丈夫看到后 看来了刚回家的儿子 母亲却生气地转过了身 儿子内疚犹豫之时 被父亲一把推了进去 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此时母亲默默起身 和儿子一起分享他买来的巧克力面包 温馨地靠在了一起 在影片的最后 母亲和杨媳妇一起包着包子 气氛融洽 那个秃顶的丈夫依然插着腿看电视 这部电影虽然只有八分钟 但家长极强的保护欲和控制欲 缺乏沟通理解的亲子关系 简直就是万千中国家庭的写照 虽然父母永远都是孩子心中不可替代的港湾 但船终究是要出海的 不是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喜欢我们的视频就收藏转发点个赞吧 摸摸哒